越是咬奴才 奴才越舒服 又犯贱了不是 其实奴才说的是 朝廷内外 多有几只眼睛盯着奴才 是好事不是坏事 这样让奴才更加兢兢业业的 为了佛爷办事 嗯 这话说的大气 高情商的说话是什么样的 请看学渣一筐的现场教学 他有嘴滑舌 用一场超高水准的表演 彻底碾压了一本正经的学霸屈鸿基 晚清反弹狂人岑春轩 在屈鸿基的助力下 疯狂弹劾亲王一筐 是要把他一举扳倒 然而一筐却并不是一个 只爱钱财的草包 他一方面安排袁世凯秘密 处理掉自己的答案 另一方面 则借着为荣禄荣中堂 起誓号的机会 在慈禧太后面前 展示了自己有如 开挂一般的嘴炮技术 这人死了 这誓号要流传千古啊 徐鸿基 陈在 你先说说吧 徐鸿基学问最高 客观严谨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荣中堂一生勤勉 崩勋卓著 百般艰难 赞乡朝政 所以应当得一个乡字 这誓号就选文乡二字最为妥了 这个答案虽然没什么亮眼的地方 倒也算得上是规规矩矩 慈禧面无表情 认为还凑合 旁边的载风这时也赶紧起身 表示俺也一样 然而当轮到一筐发表意见时 这位近年来被无数双眼睛盯着的平庸王爷 却语出惊人 奴才的学问不及徐大人 不过奴才以为荣中堂的誓号 应当是一个中字 哦 那你说说看 要知道 李鸿章死后的嗜好就是文中 比起才干和成就 荣禄和李鸿章还有一定差距 可凭什么他死后的嗜好 也能单起这两个字 慈禧的胃口被吊了起来 一筐随后说道 香字用于荣中堂 并无不妥 但香字的本议员是赞乡朝廷 不辞劳苦 而从荣中堂的贡献来看 似乎应该要更深一层才对 中堂入驻中书之时 我大清朝政艰难 内外交迫 但荣中堂 总能审时夺势 贯彻一旨 使我大清度过甲午之危局 平定戊虚之谋逆 庚子之后 更以老病之身 主持行在政局 更加不能以 艰难劳苦所能论定 所以奴才以为 只有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中字 才能囊括荣中堂 一身行止 一筐 你能把中字解释得这么妥贴 我真想不到啊 慈禧动容了 一筐的这一番话 主旨思想与经典案例相结合 尤其提到了京城陷落举国西迁的艰苦经历 慈禧被勾起了回忆 泪水忍不住的开始打转 一筐趁热打铁 继续回忆杀 躺在从前 老佛爷就是打死奴才 奴才也想不到这番话 历经庚子之变 对这个中字 奴才是真正的懂了 你懂什么了 是李中堂教会奴才的 一筐再次搬出了李鸿章 说起了当年和李中堂一起回京谈判 与八国联军周旋的场景 李鸿章在慈禧心中的地位不必多说 他死的时候 慈禧那伤心的可是嗷嗷大哭 所以一筐很精明 只要把解题思路围绕这一点不断的展开 那绝对就是个满分答案 一筐越说戏分越嘴 最后甚至失声痛哭 他曾对奴才说 只要太后能再行在安心 只要我大亲能度过这一劫 什么侮辱 他都能忍 合约签订不久 中堂猝死贤两次 奴才 奴才当时 老佛爷 奴才在北京这两年 在李中堂身上别的美学道 就这一个中字 感同身受 徐鸿基在旁边都听傻了 心想这也太讳言了 这简直是舔出了心高度 而就在这时 军机处突然给徐鸿基送来了一个折子 原来啊 这上面又是岑春轩对亲王一筐的弹劾 弹劾内容是窝藏闲犯 这已经是连续上的第九道弹劾奏折了 眼见已经无法回避这个事实 一筐把眼泪一收 决定寄出杀手锏 他突然跪地请旨 请太后派人彻底搜查自己的府邸 如果搜出来了 那自己甘愿领罪 如果没搜出来 也请太后下旨到刑部 通缉嫌犯 你这么做 恐怕就是为了洗刷自己的嫌疑吧 身子不干净 自然要洗刷 就是身子干净 洗刷一下也好 怎么说呀 奴才又洁癖 行呐 你给我起来吧 不过嘛 陈春轩一个劲的咬你 你总不会无动于衷吧 他越是咬奴才 奴才越舒服 哼 又犯贱了不是 其实奴才说的是 朝廷内外 多有几只眼睛盯着奴才 是好事 不是坏事 这样让奴才 更加兢兢业业的 为老佛爷办事 嗯 这话说的大气 一筐满脸的油腻 刘须拍马的水瓶 简直是登风造计 慈禧太后心里当然明白 但却好像很喜欢这种感觉 话里话外 完全就是把一筐 当成了妥妥的自己 而一筐却不仅仅满足于洗白自己 他接下来的一番神仙操作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绝地反杀 朝廷用人用其所长 人有所长 格防抄靶 近几日云贵正有鞭士 听说不光是乱匪 还有革命党在里掺和 奴才以为 陈玉英和陈春轩 父子两代 俱善兵士 奴才恳请老佛爷再颁恩旨 着把陈春轩为云贵总督 已故鞭垂 你们都听见了吧 不是我向着一筐 这十大体 才能办大事 荣禄的嗜好 就用文中两个字吧 是 走 毕宽为什么会成为慈禧心中的最佳奎格人选 这个看似平庸的亡人 却在甲午战争 以及戊虚政变等几个关键节点上 都牢牢地站在了慈禧这边 临终前的荣禄也正是看透了这一点 才会毫不迟疑地把袁士凯推向他的身边 取得完胜的一筐与袁士凯一起喝酒庆祝 他高举着那张五十万两个银跳乐的合不拢嘴 视而复得的感觉真是好 名声暗将 借力打力 当然 诗凯真是佩服啊 经过这件事之后 毕宽看到了朝臣密捷江城的巨大威力 于是当即决定 让儿子宰镇和袁士凯结为兄弟 以后就都是一家人了 而对于袁士凯来说 在荣禄病逝后 他也又一次攀上了最具权势的朝臣 告诉你一件大事 老佛爷有幡然振兴之意 老佛爷说有些坦坦冠冠可以打碎他 也就是说有些个规矩可以改改 主须 王上就是 不错 这意思只可议会不可言喘 卫萍啊 你在直立可以放开手脚 我在这给你撑着 当好了你的差事 本王请一旨 让老佛爷上你那去溜达溜达 谢谢王爷 我比那孙文如何呀 老师是老师 孙文是孙文 逼不得的 什么逼不得的 这他不可比 孙文算 一个江湖郎中 还有我这样的学识吗 竟然去投奔于他 老师 绝无此事啊 你给我跪下 跪下 跪下 这是梁启超和康有为走向决裂的开始 他们师徒俩本来都是铁杆宝皇派 在流亡海外的途中 没想到在美国檀香山这个地方 和同样流亡海外的革命党孙文壮上 保皇党和革命党都是清廷通缉的要素 他们都想着要改变中国现状 但康良主张保留皇上 实施君主立宪 而孙文则主张彻底推翻清政府 走向共和 本质上的分歧 让这两个党派迅速敌对起来 康有为先生 给我封了个二品顶带 你给他多少钱 不多不多 就两千美金 你给我一千美元 革命成功之后 我给你个不斩 好吗 你 你胡说 你才知道什么叫胡说啊 我就是赔了你条命 我也不会给你孙大炮 一个美分 孙文其实早就来谭香山投奔哥哥孙美 可康有为来到这里后 便开始大肆鼓吹保皇学说 让孙文的革命事业受到了极大影响 更关键的是 他已经没钱了 哥哥孙美自始至终都全力支持弟弟的事业 甚至不惜把自家的农场和奶模都给卖了 曾经的富商 如今已经是一穷二百 然而即便如此 他还是偷偷把自己仅剩的一千美金 交给了孙文来办报纸 谭香山报纸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谭香山新报 哥 谁说咱家没有牛吧 你就是 你就是永不消失的老黄牛 你就是老黄牛 该睡掉了你们俩 睡不睡啊 孙文是很纯粹的 他一心就是为宣扬共和革命 不像康有为那么鸡贼和不择手 孙文的街头演讲仅仅是靠一个喇门 最近口舌也募捐不到几个钱 而康有为却通过虚假的凤衣代照 吻获了一大批粉丝 通过戏精表演而哄骗了大量的钱财 孙文请小剧团帮忙演出宣传 自己虽然不富裕 但也绝对要慷慨解放 为演员发放工钱 用他的话说就是 宣传革命 多一个声音 多一个力量 我明白了孙先生 而反观康有为 他同样雇了一个剧团 演出获得的捐款倒是不少 但一提到工钱那就是两副嘴脸 在孙文党的革命基地 我党能取得如此成就 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你们二位还有什么事吗 康先生 发点工钱吧 家里揭不开锅了 你看你看 你不过一个戏子 能演我这样的大人物 还不够我 还有什么钱呢 康有为除了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他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 那就是梁启超 大才子梁启超是他的笔杆子 不论是撰写演讲文案 还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 很快就连孙文自己办的报纸上 都出现了康良的声音 这还是我们的报纸 我们好不容易建立了革命的报馆 你们却这么糟蹋 就为康良保皇党之邪说 吹喇叭抬轿子 不是反对客观报道 我是说我们党的声音到哪儿去了 保皇党在檀香山这个地方 向革命党连续攻击了三四名 连报馆主任都无奈地感慨 有谁能来当咱们的主笔 又有谁能抵挡得住 梁启超这支笔 孙文听后立即决定 亲自执笔撰写文章 而且一秒多耽误不得 现在就写 天下是民不正和言不顺 言不顺则势不长 夫革命与保皇 礼不相拟 势不两立 而康有为以一人而持二术 首属两端 其革命属实 保皇之必为 其保皇之属实 革命之说 而必为矣 比被保皇为真保皇 所言革命为假革命 革命保皇绝分两途 如黑白之不能混淆 如东西之不能异味 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心汉 保皇者志在俯满而成情 是以相反 背道而驰 互相吞吐 互相水火 非亿 先生 孙文来了 孙文 对于梁启超来讲 老师康有为的一些所作之事 他看在眼里 但其实心里面也并不完全认同 但老师毕竟是老师 他能做的只能是沉默不如 认真听话 孙文拜访梁启超 可以说是一次世纪性的见面 孙文那奔放昂扬的论调与民主思想 让梁启超深受感染 请恕我执言 要革命就不要严保皇 要保皇就不要谈革命 借革命之名 行保皇之识 这是要干什么 这是要把我中国四万万人 永远做皇帝小儿的奴才 我们救的是什么 是皇上呢 还是中国 是中国 朱若 以你的才华跟学识 应该说早就洞穿 康有为的私欲和野心 我相信你总有一天 会背叛师们分道准掉 我听说 你给自己起了个字号 叫认功 是 小子狂王 这个名号可不敢让我的老师知道 为什么 哪将指我老师于何地呢 周若 做人 何必要如此小协议 认功认功 天地认我协议 宇宙在功兄 茫茫乾坤 只要真理在手 你做过伪丈夫 又有何方 这次和孙文的见面 很快就被康有为知道 他严厉的斥责梁启超 是不是要背叛师们 虽然梁启超极力解释 并无此事 但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 摆在面前 自从见了孙文之后 宝皇党的声音 一下子就变小了 相关报纸上的文章 也少了很多 而革命党的声势 却越来越大 很快就把谭香山 给完全占了 是 把戒指拿来 老师 戒指在哪儿 在台子上 把手伸出来 要你记住 光绪皇帝才是我们的真主子 我要你记住 你老师的名号改为耕生 因为我的命是皇上给的 你良气愁的命也是皇上给的 我要你记住 你要是革皇上的命 就是忘恩负义 我要你记住 执举保皇 你不许革命 你记住了吗 你说呀 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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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凭康有为如何啪啪抽打 但梁启超自始至终 都没有说一句话 他执着的眼神 已经说明了一切 从此刻开始 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执着做什么スタche 就讲了一会儿 说你 我执着是什么 是什么